汪聪你难道不好奇吗 就是对于这一年年龄段的孩子来说 春晚意味着什么 对 就是我们80后 那看了30多届春晚了 他们看的春晚的数量 远远不如我们吗 不知道他们脑海当中 那些经典的春晚桥段是什么 我会想到魔术 就是那个易富老师的 那个家的思念那个魔术 伊斯坦老师觉得特别神奇 很想学 然后后面也有去了解过 这个魔术的原理 但是表示自己并没有看懂 好 下期来有请 马佳琪给我们来一段魔术表演 那个 还有呢 其实就是难忘经销 他们也能先把难忘经销 提到第一位 因为每年春节都特别开心 就是玩到最后就是 会听到周边还蛮就是那种幸福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训练时间好不好 我们俩能练人家吗 玩个游戏嘛 可以 你刚才说了 我们都看了30多年春晚了对吧 包括我们那些 在第二现场的春晚成青树 那更久了对吧 我们比一比 他们耳朵当中脑海里的春晚经典歌曲有多少 好 杨迪 我只能说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跟我们比 我们不仅看春晚 我们还上过春晚 你上了几回了 你就这么大口气你 就一回也值得我吹一辈子了 我们先来吧 好不好 来 无缝链接 每一次都才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硬性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难忘情笑 难忘情笑 不论天涯与海角 感觉这首歌落小丁哥你应该接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年的春节连环晚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观众朋友们 明年再见 直接唱结束了 来 我们这边来一首什么 我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经过来 不好的心走开 努力多人不怪 来 我们再加一个 羽花太刀银鸣鸣夜 谁知我爱心中寒 醉在君忘怀 哇 真厉害 回答他 哇 不是外事 哇 凯丽姐就一个字都没记得 凯丽姐很真的 就一个字你给我唱错了 刚才我们其实在之前和时代少年团的少年们接触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所有的年轻人都充满着希望 十五六七岁多好的年龄 希望你们在辛苦训练之余 要做一个勇敢的干犯人 虽然你们现在已经很高了 但是也是你们成长的时候 但是一定要选好食材 比如说我们的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超越传统健康香 帮助你成就梦想 加油 加油 好 云端观察团最后给他们的亮星是 非常棒 二百五十个亮星 加上 云端观众的亮星 你们获得的总星数 会达到多少呢 请看 真的破五百了 太油花了 给你们收获了五百一十八星 好 谢谢 好 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可爱的少年们 加油 加油 加油